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繼續去跟進本港的最新情況 話說蘋果昨天率先揭發 有一名63歲的伯伯 在打完科興疫苗兩天之後就拉柴 這件事曝光以後 導致科興疫苗的預約在今早早 曾經出現咳針潮 即是說有部分藍絲他們是臨陣退縮 決定不去打科興 於是導致不斷有空缺釋放出來 另外我們會去看看 許樹昌教授又有偉論發表 在講下去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到底今早早的咳針潮是爆發的 特區政府從今早早9點開始 就開放給市民在網上預約 接種復必泰的疫苗 有多家本地媒體就發現 在今早早 不斷就有預約打科興疫苗的名額釋放出來 其中8間有提供科興疫苗的 接種中心 在今早早9點之前 絕大部分的日子都已經是額滿 但是去到10點之後 就忽然之間顯示有少量名額 或者是尚有名額 而變化最明顯的 就是被捲入了打針事故的觀衝接種中心 原本所有日子都是亮起紅燈 即是代表額滿 但是去到今早早 忽然就全線改為亮起黃燈 即是代表還有少量的名額 肯定反映得出 有部分的藍絲他們是退太 取消了預約 如果不是 哪有那麼多名額 忽然之間釋放出來 所以有些藍絲根本上 就是口不對心 他口裏喊外國 實際上 根本上就是補命第一 看到你無厘頭有個阿伯拉齊 當然有些人會怯 所謂blue lives matter 藍絲的命也是命 所以有些人忽然之間說 林鄭退縮是可以理解的 至於出了事的阿伯 究竟跟打科興疫苗有沒有關係 當然需要進一步的調查 而調查結果也是很重要的 就是會決定得到 究竟阿伯能不能夠 獲得相關的賠償 如果查得出 他的出事是跟打科興疫苗有關 他才會有資格獲得 最高200萬港幣的賠償 最高200萬港幣不是說一定有200萬 如果查完一大輪之後 才說這個阿伯出事 是跟打科興疫苗無關 他就不但不符合資格獲得賠償 而且還連五千元的電子消費券都沒有 那些藍絲 想過度過之後 可能就發現 似乎是看定些 先好 不要輕舉妄動 於是走去取消預約也不奇怪 更何況就是 打武肺疫苗就不是說刺一針就算了 你刺完一針 二十多天之後又要再回去刺第二針 那就是說 輪盤就轉兩次 有些人可能受不起這個刺激 他當然就不去參與 實情最奇怪的就是 有部分的藍絲 刻意把打科興疫苗和愛國扣連 這個才是他們的問題 你打科興疫苗你就打 打完之後走到出來又手無足道 又慶高采烈 又說中國人就應該打科興疫苗 這些根本上就是多餘的說話 難道他這些人 他買家電 或者是買任何的產品 一定查過是要中國製造才買 如果你買一些美國製造的產品 難道你代表是愛美國 日本製造的產品 難道是愛日本 反過來說 有些人說 打科興疫苗就為之是愛中國 我想請問 今天有那麼多藍絲去退 豈不是這班人是不愛國 是不是可以這樣理解 所以這些邏輯 就是他們自己觸從 根本上現在去打科興疫苗 十居其九都是藍絲 來的 不如又去訪問一下 那些退態的藍絲 他們究竟是作什麼感想 然後我們去看看 到底這個 許樹昌教授 今早又發表了什麼 慰論 他在接受訪問的時候就說到 說那名63歲的男子在接種科興疫苗之後兩天死亡 死者很大機會就是因為自身疾病死亡 死者有四個心血管疾病的高危因素 包括高血壓 高血脂 糖尿和吸煙 詳細死因就需要等待專家討論和解剖報告 例如是有沒有血管閉塞 他又再一次搬這些因素出來 實情這個伯伯是在打完針之後回到家 感到不惜 然後自行走去醫院的急症室求診 即是說他入院那一刻 他仍然是有自主活動能力的 那因什麼解救他入院之後 忽然之間情況惡化得那麼厲害 你許樹昌究竟有沒有接觸過這個病人的資料 為什麼你能夠在公開場合可以那麼無斷 說這個死者很大機會是因為自身疾病死亡 你知道多少呢 你能夠排除得到完全跟疫苗無關嗎 我沒有一口口定說有關 有無關你就需要進一步調查 你就要尋找真相 你是要拿出真憑實據出來 將疫苗的因素完全排除 別人才會相信 這樣才是科學的原則 不是根據你自身的經驗 或者是你個人的益測 你就作出這個論斷 科學就應該是要求真 許樹昌還說到 說這次事件有可能影響到市民接種疫苗的信心 他強調 疫苗接種 是不會因為這次個案而暫停的 如果出現很多人打針之後全身無力等等 就要暫停了 因為這樣就代表著 是出現了大量不尋常的副作用 那我就真的想知道 許樹昌教授 到底 疫苗應不應該暫停接種 是要按照什麼的標準來判斷 你現在就說如果很多人有副作用就要暫停 到其實如果真的有人出現了這些副作用的時候 你又大可以說那些副作用 是跟打疫苗無關的 可能是跟他自身的身體因素有關 那你到時候會不會這樣說 現在這個伯伯 究竟他出事是跟打科興疫苗有沒有關 你都未曾查清楚 你就說要繼續了 是不可以暫停了 你至少來講 就算不是全面暫停接種科興疫苗 你是不是都應該考慮一下 對於那些60歲以上的長者作出特別的安排 或者就是對於60歲以上的那些 身體虛弱 或者是有長期病患的長者又作出特別的安排 你現在沒有的一口咬定 就說不可以因為這個個案暫停 那你怎麼來檢視呢 我想請問你的準則在哪裡呢 特區政府是不是都應該出來交代清楚呢 好了 許樹昌還強調 說病情受控的慢性病患者 應該是接種新冠疫苗 疫苗是不會導致嚴症 反而感染新冠病毒之後 對於慢性病患者的風險更大 他就呼籲有疑惑的慢性病患者 應該向家庭醫生查詢 即是說他的判斷是維持原判的 慢性病患者都應該去打針 許樹昌又批評 醫院延遲通知的情況 他就說 收到醫院的資料 急症室醫生有寫下死者曾經接種疫苗 似乎是上到病房 趕著急救的時候 看漏了 真是不理解 明明急症室醫生都寫了說他曾經打針 即是說那個醫生是做足了他的本份 已經是記錄了 照計就已經下了保了 在紀錄上有寫的 為什麼會延遲公佈呢 當然 今天那些官員走出來就說 這個是不牽涉隱瞞的 我真的不知道你有沒有隱瞞 你沒有隱瞞的時候 那個時間點也很巧合 是不是 為什麼在昨晚蘋果日報 爆了這宗資料出來之後 你那些衛生防護中心的官員 才在漏夜開記者會呢 人家不公佈你又不開的 是不是 難道要等到蘋果爆料之後 你才走去再翻查病人的紀錄 發現得到原來的急症室醫生是有寫下來的 於是就要公佈了 不是那麼兒戲是不是 我不多相信這是真實的情況 你這班人一早是不知道 要等報紙賣出來才知道嗎 不會吧 是不是 如果你們一早是知道 為什麼要等到3月2日晚上才公佈呢 那個8月28日早早就已經走了 中間那兩天在做什麼 那你這些是不是有需要出來開城報公啊 因為現在是你呼籲市民 要去接種疫苗 所以你一定要做到把所有的資訊 公開透明 別人才會有個信心 當然跟許樹昌教授持有類似意見的專家都不少 其中一個就是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 他就說 病人似乎在接種之後48小時之內 都沒有出現到對於疫苗的過敏或者是副作用的反應 相信病情在兩天之內急速惡化 並非是由疫苗引起的急性反應 而是這個阿伯本身是有長期病患以及呼吸道的病史 可能就是慢性肺腫或者是心臟等的問題 令到情況惡化 真正死因仍然是有待進一步檢驗 你最終那句其實才是最科學的 之前那堆東西 其實都是你自己個人的猜測 你只是按照他的所謂的病史來推斷 因為真正的死因 你自己都說要進一步檢驗 所以究竟有關還是沒有關 誰也說不准 我相信任何一個專家在現在這個階段 都應該不會膽敢走出來斬釘截鐵地跟別人說 說百分百跟科興疫苗是無關的 如果你膽敢這樣說的時候 你都不是什麼科學專家或者醫學專家 而是維穩專家 因為你沒有理由在現在這個時刻就已經是鍛定得到 你都沒有查清楚 好是不是先 那就等所有東西查清楚再說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